- 頑皮革順 - 頑皮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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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物 我是二三 今天呢要跟我們玩具人算是在玩具人頻道上 - 不一樣的 - 不一樣的 對對對對對 比較特別的是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這種小物啊 大家好像有些東西也不算小物 對呀這已經不是小物了吧 它就是一些蠻精美的這個周邊商品 那這次我們要介紹呢 就是來自日本的 Inbistored 品牌所推出的 關於我轉身成史萊姆這檔事 簡稱 欸 這個簡稱有點那個喔 有點爭議喔 我都唸轉身史萊姆 對 大家不是說轉身史萊姆嗎 有叫做關我生死 畢竟它名字這麼長 想要怎麼剪就是個人決定啦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轉身史萊姆這部作品 掀起了一個名字很長的動畫翻譯 喔 沒有 它是那個輕小說改編的啦 那輕小說改編的其實一直都有那個 把劇情直接暴露的這個習慣 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轉身作品 轉身史萊姆算是有點 算是蠻元老級的吧 對 算是元老級的轉身故事之一啦 那轉身史萊姆這個作品呢 稍微提一下它的故事大綱 我覺得它蠻有趣的 就是它一開始是一個 就是在日本的一個上班族 它後來就是為了救它的那個學弟 然後就被捅死之後 然後就感覺身體一陣滑乎乎的 軟軟的 軟軟的 然後它就轉身到異世界 就變成一個史萊姆 它在轉身的這個過程中 內心就出現了很多想法 但殊不知它這些想法都會 變成史萊姆之後有的能力 它同時會有很像電王畫面的樣子 它好像一開始是有什麼大嫌者的 吞噬的能力 對 吞噬的能力 其實主要就是吞噬的能力太強了吧 然後那個異世界我覺得也是蠻有趣 就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種族 但是呢 在這個區區小小的史萊姆面前呢 都是不堪一擊的 陸陸續續吞噬了很多人 那到最後呢 它就以人形的利姆路 作為它的人類型態 不然它其實真身就是史萊姆 欸 但其實說到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 原本是一個算是大叔轉身嘛 它轉身然後變成人形之後 其實它是無性別耶 整個故事劇情算是蠻有趣 那也有一些政治角力的故事性在裡面 重點是 這次我們要介紹這個 Ibistolet 所推出的呢 就是我們 轉身史萊姆 10週年的紀念商品 我們第一個要跟各位玩卷介紹 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是一個綠式的掛軸 然後它的這個包裝非常的精美 白色這個盒子上面就是有一些 金箔的灑在上面 然後打開來呢 裡面就是 真的很受不了這種卷軸耶 喔 這種卷軸就是有這種 莫名的中二感 我們就把它拆開來 高級的好不好 哇 哇 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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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個河峰掛軸 然後它就是 利姆鹿的樣子 可以看到它是從那種 河式的樣子 這個掛軸呢 我個人覺得它的質感非常好 它上面呢就是用我們轉身史萊姆 等於說是一個標準色 藍色 喔 史萊姆的這個顏色 史萊姆的顏色去做一個襯 那我覺得蠻讚一點是 它不是單單只有一塊布 上下這邊都有車一個 不對稱的這個 那主要這個利姆鹿的這個圖呢 它是繪製在這個盒子上面 所以你仔細看它上面的一些 服飾繪的畫風啊 還有整個利姆鹿的這個造型 顏色上面的上色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非常的有層次 因為它上色的地方 你近看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種 好像是人家手繪上去 它的光澤感 不太像是印刷品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它底下的這個花的部分 會有這種有點日式的風格 我覺得它營造出來的色調就是 又不會太濃烈 但是又足夠鮮豔 再加上它把那個史萊姆 結合在它服飾繪的這個畫風裡面 我覺得這個超可愛 就是它後面有那個 彩雲的服飾繪 然後把它把那個史萊姆的本體 收藏在裡面 那它這個呢 都是日本工匠手工製作的 非常值得各位喜歡 史萊姆的這個玩具人收藏 除了由我們這個利姆鹿的掛軸呢 它同時還有 全員集合的集合版掛軸 那另外一款呢 就是利姆鹿跟蜜利姆 還有蘭家跟迪阿波羅四個人的款式 總共是有三款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掛軸 它是做那種很大型 然後全部都是布的掛軸 那種的話 也不是說它不好 但是相對來說 這個的質感就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這個就是真的是比較走合式的 對 掛上去真的是有一個傳風啊 它在背面的這個也是用那種 有點像是捲紙的那種來襯頂 很有收藏價值 那我們下一個要跟各位玩卷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屏風的部分 屏風我覺得就算蠻有趣的喔 也是超日式的 因為屏風 我覺得在這種周邊商品 好像比較少會推出 那這個屏風呢 一樣也是由我們日本的匠人 手工製作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不錯啊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算是把動漫結合 日本傳統工藝 那這上面的圖案呢 就是派斯特聯邦國 它就是由我們的職願 然後朱泰 迪阿波羅 人家 跟中間的萌王 哥布達 萌王 白老跟我們的蒼蠅 然後還有史萊姆 這樣子排一排站 排成一排向前走的這種造型 他們全部呢 都穿上了這個坦派斯特聯邦國的制服啊 可以看到我們的職願好不好 胸啊 胸直接藏不住 衣服都偷不起來 他的紅丸啊 因為他們就是大鬼族嘛 我覺得他們比較沉穩 欸我不是說在戰鬥上面喔 我說對博士這種事情 等於是蠻好的左右手 英明能幹啊 我不是說戰鬥 戰鬥不沉穩 那他上面的這個整個材質呢 也是用那種有點和風的印刷 整體拿在手上感覺真的蠻有重量的 他這樣子擺在桌面 雖然他的高度蠻高的 但是你也不怕他會倒 他其實可以站得很穩 非常非常不錯 值得各位收藏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擺屏風在後面 然後前面放模型什麼的話也很不錯啊 讚超讚的耶 對啊 質感就伸起來了 伸起來了 第三個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紹 比較少看到這種做法的畫版 就是我們這個疊層圖 疊層圖 他就是在一般的繁布版 外面又加了一層壓克力版 然後呢利用他壓克力版的印刷呢 營造出不同的層次 有點像是以前動畫的那種層層疊的感覺 手上的這一款呢叫做肥皂炮 那他就是由我們的萌王跟 也是非常有人氣的 密蒂姆 還有豬菜 這三個人氣女角 人氣女角 欸 人氣角色 對 然後他的背景呢 很像藍天的這種水藍色 然後呢他的壓克力上呢 是印製了泡泡的造型 感覺很像泡泡漂浮在空中 然後呢他的泡泡印刷呢 除了有史萊姆 那也把三位角色的特寫呢 在泡瓜上再次強調 營造出既繽紛又可愛的感覺 那我這一款呢就是叫做 SAKURA 櫻花 也是由我們的利姆露跟我們的蜜莉姆 蜜莉姆真的是 辣 可是說蜜莉姆辣 會不會有點危險 哦 哦 他算是可愛可愛 他算是小朋友吧 我的這個底色呢就是走這種 櫻花的樣子 那我覺得這一款我比較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把人物的圖案印在壓克力上面 所以你會有一種 有點曬洛洛片的那種感覺 哦 很多曬洛洛片 對 而且就是如果你把圖案印在這種透明片上面的話 顏色其實就會特別跳得出來 哦 比較透 然後你就會看起來整個矮度就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他的屁股 這就別提了好了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疊層圖畫版 我覺得算是蠻少見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非常推薦給各位玩具人 接下來呢就是要介紹 小咪雅 小咪雅 可以隨身帶著走的好不好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些都是 放一家裡炫耀的 接下來呢就是帶出去炫耀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這個 橡膠吊飾 壓克力吊屎圈 他有哪些角色呢 魔王利姆路 然後紫苑 這樣做根本就是 把他的胸臂都藏起來了 對 然後還有這個是 蘇菜 大鬼族的 蘇菜 公主吧 大鬼族的我們的頭目 紅丸 紅丸 然後還有這個蒼蠅 跟我們的迪亞布羅 跟這個人型的威爾德拉 他那時候變成人型之後 這個超失控的 他壓克力的透度跟他印刷的這個質感 我覺得真的是看起來蠻好的 然後呢 他的造型就是這個十周年的插畫 每一款都是坐著 背對的 背對 然後這樣回頭 有點可憐 對 表情看起來很無辜的這個造型 好讚喔 橡膠吊飾跟壓克力吊飾的這個動作 跟人物呢 造型是同一款 但是有兩種不同的材質 對 我覺得割完卷可以自由選擇啦 像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壓克力帶出去怕刮傷 喔 對 那你可以買這個 我們橡膠的 壓克力就放在家裡收藏 我覺得都不錯 那這個蜜莉姆呢 我覺得絕對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他就是穿很辣嘛 他就是穿一個小褲而已嘛 那他這個造型的時候呢 就直接露出了 這個骨勾的部分 對 我覺得 又是一個小褲 很細節的部分 他就把它做出來 這個一定要說起來的啦 搭配他的表情太讚了 而且他們那個表情都是那種 水汪汪可憐可憐的 有點那種回眸一看的那種 壓克力的材質 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水汪汪 可是橡膠吊是看起來超水汪汪的 因為射掉的關係 對啊對啊 兩種不同材質營造出來的感覺也是 不太一樣耶 那最後一款我們要介紹 我覺得也是算是蠻特別的 是我們庫克牌的部分 一副撲克牌有幾張 54張 54張裡面就有 54種各種角色的造型 他這次還是做得有點像是那種 變色的閃卡材質 我就覺得超值得收藏了 這怎麼捨得玩呢 我感覺這個就是 你買到之後 你會想要把它表起來 這個呢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撲克牌的這個商品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才買得到呢 這次呢就是 1pistored呢 也會在我們的 台北國際動漫節攤位登場 喜歡這些商品的呢 都可以在攤位上面購買到 那這次的台北國際動漫節呢 就跟往年一樣是在 世貿中心正大展開 時間呢就是2月1號到5號 那如果在活動現場購買的話呢 還會有限定的特點 還有機會可以抽限定的優惠喔 2月7號就是我們年假囉 所以你就是要趁過年前 先趕把它買回去 對 趁過年前去 然後過年就可以掛這個掛子喔 是在吃黏夜飯的時候 不想跟親戚講話 這個屏風就打開來 擋起來 自己在吃飯 多方便 太奢侈了吧 拿屏風來擋 親戚太過分了吧 那除了在現場購買之外呢 各位玩具人也可以在網站上面做購買 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紹的這個 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的這個周邊商品 希望各位玩具人都可以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給更多玩具人看 追蹤我們的IG上面有更多幕後花絮 那玩具人玩具我們下周再見 掰掰 跟大家分享出去 全開遊戲 都可以連你玩具人玩具 就叫你玩具人玩具 不太多玩具